HELLO 大家好 我是Kai 今天本來是想和大家分享這個永諾的50mm定焦鏡頭 因為我從去年的9月開始就說要跟大家分享永諾這個定焦鏡頭的系列 然後終於分享到最後一集50mm定焦 但是一直都沒有時間去做它 那麼想說今天可以來分享這個 但是前兩天我去做一個旅遊去阿里山 然後我就發現我用的鏡頭就是你懂的旅遊嘛 所以就必須要用旅遊鏡 那我使用的旅遊鏡又和一般的旅遊鏡不一樣 我使用的就是Canada的紅圈24-105F4的這個鏡頭 是從我女朋友那邊借來的 那麼這個可以說是就是6D、6D2、5D2、5D3的可能是套機鏡頭 或有一些套機鏡頭是27.F4 但是這個也算是比較有名的這個套機鏡頭 然後一般來說旅遊也是非常夠用的 所以我這一個旅程來說就是用24-105F4 然後加我的Z-CAN12 然後進行拍攝 然後絕對部分的鏡頭都是用這個套裝去拍攝 因為真的很方便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顆鏡頭的好處 也要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在2022年的今天這顆鏡頭算是Canada的第一代紅圈鏡頭值不值得被購買 首先先來聊一下旅遊鏡 那麼究竟多少的焦段是最適合拿來當作旅遊鏡頭的 那麼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它的變焦的倍率必須要是夠大的 像我很多的鏡頭 比如說10-20 比如說270 還有一些18-35 這類都只有2-3倍的變焦鏡頭 就顯得有點不夠用了 這個24-105F4.5倍的這個變焦倍率其實在旅遊上面是比較過用的 你可以在廣角一點的地方 再到長焦一點的地方 你不用再偏換更換鏡頭 因為在旅行中偏換更換鏡頭會讓你忙手忙腳 而且在很多旅遊的時候都是天氣比較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灰塵比較不好的地方 灰塵比較不好 應該說就是環境沒有這麼好 畢竟是在戶外 那麼有時候在室內 但也不像是在攝影棚裡面是比較乾淨的狀態 所以有很多時候是會有很多灰塵的 這個時候你去更換鏡頭就很有可能會弄髒 你的這個貨鏡組跟感光眼鏡的部分 所以一個廣泛的 廣大的變焦倍率的一個鏡頭 對於旅遊來說就很重要 那麼這顆24-105F4.0多倍 我覺得是剛好過用 但是如果能夠擁有更大的變焦倍率的話 我想會再更好一點 那麼可能很多朋友會說了 那麼我現在用的相機都是APS-C的 甚至都是M43的 這24-105F4.0 放到這個相機上面 它等效度就不是24-105F4.0啦 等效度就變成35-150F4.0多 那這個還適合吧 我會說 以廣角來說 35毫米確實是有點不夠廣 但是拿來拍攝一些接拍人文 一定夠用 然後長焦段150毫米能夠拍到更遠的地方 甚至可以拍攝到一些野生動物 雖然我覺得野生動物的倍率 可能要再更高一點 焦段要再更長一點 但是我覺得105毫米對於旅遊來說 拍攝野生動物 OK 況且現在都2022年了 誰還沒有Gopro 超廣角這些鏡頭用Gopro那些相機來拍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是沒有Gopro的話 那手機 大部分手機鏡頭都是廣角 那麼如果你還 就是用買了相機就是必須要拍攝 跟一些 就是跟手機不一樣的畫面嘛 所以如果相機還是超廣角的話 那就不是跟手機差不多了嗎 所以廣角畫面我通常都是用這個 魚眼鏡頭 運動相機 加上手機 基本上就可以很好的解決了 再來就是畫質 24105 這個焦段 在Canon這顆鏡頭上面就是紅圈嘛 所以大家不必要懷疑紅圈的畫質 只要是在對上焦的情況下 基本上畫質都是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就在光圈全開 光圈F4的情況下 畫質是非常好的 那拿來旅遊當然是不成問題 甚至你還跟著他來拍攝一些活動項目 都我覺得都還可用 至於其他家的 其他品牌的 24105我相信都是 賜於2470 F2.8這顆鏡頭 但是一定會優於平 平常那些APS-C用的 這個什麼 E8 E35 E8 E55 這些這類鏡頭 畫質會好上不少 所以其實畫質 其實並沒有用擔心 那麼講到這邊 我再簡單的總結一下 這個鏡頭其實在2012年今天 還是非常值得被購買的 但是你不一定要買我這個 一代鏡頭也許可以 有二代嗎 我也不太清楚有沒有二代 反正 買越新的鏡頭一定效果是越好的 但是就這顆一代的紅圈鏡頭來說 畫質便携都非常可用 唯一的缺點就是可能它有點大有點重 但是 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 我還是非常推薦大家購買這顆鏡頭的 如果 畢竟它便宜 然後 如果你有旅遊這類需求的話 嗯 非常值得 購買這顆鏡頭 拿它來拍攝一些活動 商業項目 都 勉強勾用 那麼今天分享到這邊 我們 也許下期 就 該它上場了 我們 下期再見 我們